我是一个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四川高中毕业生 我遇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当时我正在查资料纠结要学习什么专业 电脑上突然蹦出了一个弹窗 点击选项可看到五年后的自己 什么玩意儿 物理 新能源 农业 这不就是我纠结的专业吗 嗯 那就试试吧 什么 真的穿越了 这是五年后的新龙湖畔 全是科研机构 画风也太科幻了 城域新龙湖综合性科学中心 西部成都科学城 在这工作直接科幻片沉浸式体验啊 四川还有中国绵阳科技城 全国唯一的科技城 大国重器都是我参与研发 想想都带赶 科技创新还能与现代产业体系充分衔接 不成没有用武之地 看来学好物理走科研这条路 妥妥走上人生巅峰啊 诶 回来了 那学新能源专业五年后会怎么样呢 什么 我一个刚毕业的菜鸟 就全是大公司发来offer 这是什么爽文剧情 这么说四川这五年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打造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各种配套的支撑应用产业 符合国家双碳目标 这行业能不火吗 看来以后在四川从事新能源方向 一个字赞 嗯 再看看学农业五年后的样子吧 看完发现五年后我如果成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 也是amazing啊 五年来四川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上一路开挂 打造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 穿酒 穿茶 穿猪 已经是妥妥的全球网红 绿色 生态 高效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好 你永远可以相信四川人对优质食材的执念 啊 每个行业五年之后的发展都很好啊 更纠结了 要不还是选 经过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不懈奋斗 一定能让天赋之国更加富足安宁 发山熟水更加秀美安然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逸